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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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聽過BOOM 怪物新人的專輯嗎? 我是個藍蘋果 沒聊到過月中不走 歡迎來到阿P 聊運 我是阿P 今天我們要來導聽這張專輯 BOOM 怪物新人 並且採訪到了專輯製作人洪葉 來跟我們聊聊他對怪性的想法 按開前別忘記訂閱阿P 聊運 還有BOOM 怪物新人的帳號 並開小鈴鐺喔 BOOM 怪物新人是鄉心音樂推出的 強勢新人 在2023年10月13號發片前 大家都不知道最新女團成員是誰 雖然是新人 但是最後居然是大家算熟悉的 小魏、溫妮、林姨以及小V四人 組成的華語音樂圈少見的全創作女團 這中文也表示 一直以來好像比較少見全創作的女生團體 沒想到四人一拍即合 閃電的組成的華語全創作女團 不懂怪物新人 一開始四位湊在一起的時候 也沒有預設怪物新人會是什麼樣子 團隊也是在音樂製作的過程當中 透過音樂和相處認識了四個女生 當中也發現四個女生性格很不一樣 創作的方式也很不一樣 彼此相處碰撞產生出的化學反應 是團隊當中沒有料想到的 怪物星球來的怪物集新人降臨 開門歌就以星際史詩感的編曲營造 洗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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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沉的縮小放大 好像飛碟在天上盤旋 進到主歌 BOOM 怪物新人降臨 以古典弦樂器的波奏營造出了機器人 慢慢的甦醒 嗨卡卡的感覺 又或是一種小心翼翼的挺感 慢慢的靠近 看看他們到底是誰呢 根據製作人的說法 BOOM 怪物新人作為專輯的第一波主打 突然一向上直觀的展現出了外星人降臨地球的場景 音樂的前30秒也用了大編制的交響樂鋪陳 映照隆重感 大劍琴與電子音色交織的衝突感 氣氛達到高點時突然斷軌式的銜接到節奏詭訣的小前奏 呈現初次降臨地球的怪物新人 根據製作人的說法 那小V在旋律創作時采用了極簡的創作法 特意把統一元素涉及在歌曲旋律之中 使聽覺的感受一直不斷重複 達到可以容易記得歌曲旋律的做法 那在歌詞上的巧思 老師說是重要的歌詞 小V想傳達是 每個人的人生裡都有老師 而且一定有某位老師對我們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可能是好的 可能是壞的 想透過這樣的比喻去顧慮現在的年輕朋友 不要被老師或社會框架給影響 而把自己的怪藏起來 尤其在某個領域這樣的怪也可以怪出一片天 老實說我是柯爛蘋果 沒了那麼與眾不同 古典巴洛克的大劍情色彩是華麗 但將以小調 小調的色彩聽起來並不愉快 也許是一種怪物降臨的詭譎 也許也是一種復仇 你說我是柯爛蘋果 我就爛給你看 因為確實闖動出風池雲湧的感覺 主要想要傳達不管別人說過你什麼 現在的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原來外星人也懂友情 You will be there 你會載奏歌 聽到了來自柯爛洛克星人之間的友誼 小V主要的發想是在談論閨蜜情誼 簡單的吉他編曲營造出了公路旅行的自在 說走就走 我們之間的默契幾個眼神就可以抖 對我來說這首歌曲的和弦進行非常的穩定 大段落停留在歌曲的一集 一集和弦是和弦當中最安定的存在 就好像回到家裡一樣 你們又有這樣子的朋友嗎 跟他們相處在一起 就好像回到家裡 可以拿出最放鬆 最真實的自己 外星人也會社群恐懼 容貌焦慮 現代人使用社群媒體 常常只PO一些過分美好的東西 美食美酒到處旅遊 導致大家一直覺得自己過得很爛 甚至出現什麼拼單名媛啊 假網紅 如果退去這些網路上的濾鏡 這樣你還愛我嗎 沒想到外星來的音樂除了新技感 在這張專輯當中也有很多復古風的呈現 復古電子舞曲搭配好次定點Pose的頓點 都是音樂上在模擬硬此網紅拍照打卡上傳的聲響 其實做自己就好 不要強迫自己活在別人眼眶中 套一句小微的rap 老娘我有我的樣子不用跟誰解釋 相較於You Will Be There 你會在那種穩定的感覺 Still Love You 依人愛者的旋律 巧妙地使用了一些變化音 讓你不在的那種酸澀感 在聽感上被強調出來 原來怪物星人也會需要戀愛 也會為了分離傷感 也會念酒 也懂愛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雖然說的是怪物星球來的外星人 說出來其實就是人類 也許你有什麼很奇怪的點而成為了怪物星人 但是人類所有的情感 怪物星人一個都沒有少 就這麼卡著 這麼 想著 撞進了你我的心跳 滴答 滴答 Beautiful Day 是01T下雨天寫的一首歌 除了歌詞當中出現的 哒啦啦下雨的撞聲詞 還是濕濕的頭髮等下雨的文字描述 都讓畫面感瞬間潮濕了起來 滾音跟編曲上也有水的意象 包含比較模糊 魔女水下的感覺 還有我自己覺得很像水珠的合成器的音色使用 歌曲的律動感覺讓我覺得 很有旋轉木馬那種一直在繞圈的繽紛 我自己覺得很適合在聖誕假節的收聽 那也可以在歌曲當中看到 怪物仙人的可愛 故意不帶傘 浪雨水在身上拍打 真的是很漫畫式的笑有戀愛橋段 Renny Renny Day My Beautiful Day 對不起 獨自餓 所以發了脾氣 不想故意聽見 卻不理你 原來外星人也喜歡喝星巴克 是不是又欠揍了寫的是小情侶的日常 因為被忽略的感受感到不愉快 不過聽感上並沒有覺得很生氣 算是小小的撒嬌 長短長短的律動感 讓歌曲有一種擺盪的感受 好像真的躺在你懷裡睡覺 壓麻了你的手臂 他歌曲當中也可以聽到 四個人的生活對話 還有沖泡咖啡的聲音等等 根據製作人的說法 那四個人都很鼓勵盡快 跟他們一起工作的時候 都能被他們的能量感染 也想用作品記錄下他們有趣的日常 舉例來說 在是不是又欠揍了這首歌的偽奏 就放錄音師在配唱時偷偷錄下的對話 放在怪心的音樂裡也毫無違和感 沙拉拉 沙拉拉 跟上一首 是不是又欠揍了 有姐妹哥的感覺 我的姐妹都說你很欠揍 那更多的寫是自己的狀態 也不是對方 對我來說這首歌好real 又是摳鼻孔 又是穿垃鞋喝奶茶等 那小外說這首歌也有想說 怪物心人在怪物心球上過得很開心 所以音樂方面很夜店風 派對風格的編曲 確實沒有太複雜的東西 開心就對了 專輯的後半段炸起來了 這也是一首電影感覺的歌曲 人生就是一場遊戲對我來說 像是BOOM怪物心靈的延續 從原本的爛蘋果變成了那一顆勇敢前進最閃亮的蘋果 其實想要告訴每個人不要看清自己的影響力 就算只是一顆小蘋果 也能讓一位科學家改變全世界 每一個人都有存在的道理 音樂方面更加搖滾的音色 更加熱血 讓聽感更加正面積極 對外還充滿希望 人生不過短短三萬天 當作一場遊戲玩下去就對了 原來怪物心人也有世代隔閡的心聲 因為年紀被看清 親朋好友過多的關心 有時候也是一種原罪 那對我來說 年輕是一種最聽起來有一點電動遊戲重關的感覺 有一點斜雨酒的那種感覺 小調的色彩 讓聽感上對於這個時代年輕人的看法 成為一種枷鎖 他成為了BOSS 是需要被打破的 他這首歌原先有一個魏佳穎的版本 這次放在團體的版本 更加的電音 還有加入新的RAP 都是新的風貌 專輯的最後收帶重生這首歌也是很墊的歌曲 來自於溫妮在戲劇演出之後的靈感 為自己的角色寫了一首主題曲 歌曲有負重前行的孤獨感 那我覺得在BOSS 怪物心人的專輯當中可以聽到 其實怪物心人跟時下的年輕人沒有不同 也有各種煩惱 很平凡也很不平凡 雖然我們可能因為某一個不完美 被別人認為很怪 被討厭甚至被霸凌 但我們不要放棄 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地方 接受自己加入怪物心球 終於一天能夠重生 讓不看好我們的人 在未來垮目相看 讓他們高攀不起 好 上次今天BOSS 怪物心人專輯的老聽 喜歡這集的朋友再去聽聽這張專輯 最後也別忘記訂閱分享加按讚 阿皮狼藥還有BOSS 怪物心人的所有官方帳號 阿皮狼藥我們下期見 掰 真的 означ緊張 你需要壓力很努力 你在耍類長課 做完 二零